台南咖哩 雜梅有一間 縮加工廠就有火 一千兩百米 手帽都燒起來 燒賣十幾點鐘 今天早上火都要不打花 一直在穿黑煙 不過火燒有控制住 看補教派人在現場 監控空氣品質 讓民眾出門就要掛水暗 對方處就可以看到 高高的龍煙是一直穿起來 現場小鳳的那裡 已經是打火打得都沒力 台南咖哩區一間縮加工廠 十三號晚上發生大火 站在台湖一千兩百米的 衣服全面燃燒 大火是T-SHOT燃燒十二點鐘 雖然到十四號早上火燒控制 不過也一直都有大量的燃 台南市環保鏡也派出林圓 全能感測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經過我們現場的 執行人員的同仁的監測 還有我們關注的台南的阿南車站 都屬於在AQI50左右 那現場的濃度 還是屬於火災的形態 工廠的建物是三樓的 更具體培的條款 是縮加完了 跟客人縮加的製作業 來保是放大量的縮加完了 氣火後是燃燒很快 大火又燒到隔壁的衣服 14號最后雖然灰燒控制 但是還沒打花 小鳳宮也出動三台的重型機構來開屋 小鳳機器人也協助打火 第一時間先把重點放在 三個面的這個廠網的煙燒 然後成功的阻絕這個煙燒 配合重機械 然後泡沫的這個處理 大火是一直穿起來 環保教室隔壁 有可能影響 隔壁區、七五區、阿南區 鐵修隔壁的空氣品質 保有多出就要掛水暗 二雙世的氣味原因 還有等待相關單位來調查 記者容金粉 蘭博德